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下来我们要学写双字 同学们请记得书写双字时要确定字写在填字格的位置 请同学们认真看并用正确的笔顺写双字 打雷是指云层放电时发出巨大响声 例句 打雷的声音把我从梦中进行 记 构词 季节 雨季 季后 四季是包括春 夏 秋 冬 例句 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阳光普照 录 构词 陆 陆 水 陆 陆 军 陆地是地球表面除去海洋的部分 例句 青蛙是两栖动物 能在陆地生活 也能在水中生活 海龟 构词 乌龟 海龟 海龟 例句 海龟 海龟每年都会爬到岸上残卵 坤 构词 惠虫 坤 构词 昆虫 是一种非常勤劳的昆虫。 托,构词,脱离,脱落,逃脱。 托,构词,地壳。 同学们,这个字是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 第一个读音读撬,地壳,脱壳。 另外一个读音读壳。 背壳,鸡蛋壳。 脱壳是蚕变成虫时脱去幼虫的壳。 例句,经蚕脱壳后,便正次飞走了。 秋,构词,秋天,秋风,秋千。 中秋节是传统节日,在农历八月十五。 例句,中秋节那天,奶奶讲长儿奔月的故事给我们听。 饼,构词,饼干,烧饼,粘饼。 月饼是圆形有馅的电饼,是中秋节应食的食品。 例句,中秋节时,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赏月吃月饼。 去,构词,趣味,乐趣,兴趣。 有趣的意思是能引起人的好奇心或喜爱。 例句,老师讲的故事非常有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图书馆是收集或收藏图书资料,供人参阅的地方。 例句,我很喜欢到图书馆里借阅图书。 访,够词,采访,访问,访谈。 拜访,拜访就是访问。 例句,新年期间,爸爸带我们到亲朋好友家拜访。 接着下来,我们进行猜字米小游戏。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字迷的题目 语下在填上 猜一个字 羽下在填上 羽下在填上是一个雷字 雷霜的雷 字迷的题目 小虫日下笔一笔 是什么字呢? 小虫日下笔一笔 是一个昆 昆虫的昆 字迷的题目 字迷的题目 边形边实 猜一个字 边形边实 就是一边种 一边取 那就是一个去字 兴趣的去 细节在于观察 成功在于积累 同学们 这是一句关于细节的名言 告诉我们生活需要细心观察 更需要理性思考 从而获取鲜活而丰富的素材 而且成功是建立在对细节观察感悟上的累积 要想取得成功 对细节的观察不可或缺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